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伊斯兰极端组织神学士塔利班 在美国盟军撤离之后 迅速的在阿富汗攻城掠地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攻下了首都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的总统普廷 通电话双方就阿富汗局势深入的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国呢完全尊重阿富汗的主权 独立还有领土完整 不会干涉内政 普廷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 说俄罗斯愿意跟中国密切的沟通协调 推动阿富汗的局势平稳过渡 而塔利班也释放出善意 塔利班的发言人沙欣 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电视网专访的时候 透露出来说塔利班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很好 那他们也希望中国未来能够对建设阿富汗 做出些许的贡献 塔利班确定在掌握政局之后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寻求国际的承认 因为塔利班在1999年的时候 我就被联合国安理会定义成 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所以20多年来它一直遭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 那你现在要把一个一直以来你觉得它是恐怖组织的团体 改变看法变成一个它是合法政权 那就等于推翻了过去的认定 这对于各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那上一次塔利班掌权的时候呢 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承认它的政权 巴基斯坦 沙烏地阿拉伯还有联合国 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但是呢 这一次掌权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一个任何国家正式承认塔利班的政权 很可能都在等看看其他的国家 看谁要先表态 好 第一个当然就先来看一下美国了 毕竟这一次就是它把阿富汗变成这个局面的 那美国的国务院就说了 阿富汗呢因为它还没有正式的进行权力交接 所以美国还在保留 还在观望 但是美国也不是完全否定塔利班的合法性哦 国务院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个你不能再窝藏恐怖分子 那你也要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 更要保护妇女也就是女性的权益 那只要塔利班你能够做到这三点 好 我美国也许就能够承认你的政权合法性 那欧盟倒是没有给塔利班太多的选择 他直接说 我不承认神学士的地位 而且呢 我还要提高预算 多花一些权来救救这些从你们阿富汗逃出来的难民 至于中国呢 刚才我们有听到了 习近平是强调 中国尊重阿富汗的主权 而且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中国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是全世界释出比较善意比较友好态度的国家之一 那俄罗斯的普廷也跟习近平通过电话了 确认过眼神 两个人的态度差不多 他跟中国相似的立场 也一样愿意来维护阿富汗的局势 平稳国度 那为什么习近平跟普廷愿意先对塔利班示好呢 BBC外交事务记者亚当斯他就说了 因为啊 有利可图 这一次美国退出了阿富汗 那如果中国这时候卡会成功 那是不是在中东的势力版图就可以再下一城 那到时候如果中国想要参与阿富汗 这些丰富矿场资源的开发 或者是把阿富汗转换成一带一路的关键连接点 可能都会比较容易 那既然中国的利益可能是着远于这里 那俄罗斯来凑什么热闹呢 国际战略分析师是判断 虽然说一山南仁二虎 中国跟俄罗斯他们在中亚地区的冲突 利益其实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这一次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 等于你没有人帮忙压制塔利班 那塔利班如果虎视眈眈的 甚至盘踞在中国跟俄罗斯的家门口 那你说中俄能不多费点心吗 所以俄罗斯这一次选择跟中国站在一起 好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好 承认你的主权 那共同维护利益 同时他们也要阻止阿富汗 他们如果有一些暴力行动 有扩散的可能性 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赶紧的来阻止 所以中俄选择在这件事情上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而且中国跟俄罗斯合作也有好处 俄罗斯他强在哪 强在他的武装力量 那中国这个财富费用 说不定可以多支付一点来因应军事行动 中国俄国还有塔利班现在金三角的关系 似乎就维持着一种 你不犯我我不犯你 这种互相牵制的微妙关系 而且神学士也很清楚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中国将会是阿富汗唯一的经济外援 那假如北京对于神学士政权存有疑虑 那这些经济援助就没有办法送到阿富汗了 那中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除了在中亚地区的广泛利益之外 还有的就是丰富的天然矿场 因为美国地质调查所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说目前阿富汗还没有开采的这些矿权 估计总价值高达一兆美元 大约新台币27兆 那你说他们有这么丰富的天然资源 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开发呢 因为阿富汗办不到 他们常年战争 然后基础建设又搞得这么糟糕 那中国的势力如果这个时候进来 是不是就能够一起合作开发 甚至拿到一些矿场的主导权 所以外界就在猜了 中国有意拉拢塔利班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阿富汗有丰富的矿场 那这些矿场有哪一些呢 好 比如说铜 铜呢它可以用来制造太阳能系统 或者是一些风力发电机 这些绿能装置 再来这个电动车电池 我们常常在这个消息当中看到 它很多的这个主要关键零组件 电动车电池是需要用到它的 你没有它你就做不了 还有太阳能面板也需要用到这个重要的元素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吸土 好 吸土呢它可以用来做什么 做很多的电子产品 或者是电动车啦 航太领域啦 手机好多好多你现在生活周遭需要用到的东西 或者是高科技 美国中国俄罗斯好这些国家要在未来的高科技当中 互相较劲都需要用到吸土 美国智库的资深研究员说 这其实中国的领导人啊 对于塔利班掌权的事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中国不会让道德原则 主导了实用主义 简单来讲 他认为中国不会因为什么阿富汗的人权问题 就放弃开采稀有矿场的念头 那如果说中国跟塔利班结盟来采矿的话 中国可能在吸土市场继续独大 这就有可能会威胁到美国 全球非常重要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联博集团他就说了 这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为什么呢 你如果让塔利班拥有吸土资源握在他手上 如果他们拿来威胁全世界怎么办 所以现在应该要紧盯着中国的一举一动 因为中国现在在全球的吸土市场 仍然是有一个主导的地位 全球有35%的吸土存量都是在中国境内 那除了他们有很多的存量之外 他们同时也是一个吸土的生产大国 中国吸土的年生产量大约是全世界吸土总产量的70% 七成都掌握在中国的手上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和塔利班来合作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取得更多的吸土的主导权 那就会用来威胁美国 甚至美国跟中国不是还在打贸易战吗 那如果在打贸易战 你扣我关税 好啊 我拿吸土来威胁你 你拿不到吸土 没有办法做出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你就没有办法跟我有实际的战力来对大 所以这对于中国来讲 会不会是一个大打吸土派的时间点 也是大家在看这背后一连串的利益当中 的一些关键症结点 所以您认为塔利班真的会和中国联手 来开采阿富汗的丰富矿产 进而威胁到美国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言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